现在的人不一样,你不转化,你不提升这个心境, 不写佛的大菩提心,不写佛的大悲心, 每天都做阿弥陀,阿弥陀,阿弥陀,希望佛来接引。 你不调整频率跟佛一样,怎么接引啊? 怎么接引啊?我用个比喻, 各位啊,这个杯子,我如果用个磁铁, 能够吸得起来吗?吸不起来,这是磁铁, 这是杯子,能不能吸得起来?不行,为什么不一样? 频率不一样,因为他是不能吸的东西。 每天佛就这样,阿弥陀,阿弥陀,阿弥陀, 但是呢,心不够慈悲,每天生气,每天百般计较, 他想了生死啊,没错,可是阿弥陀吸得进去吗? 没办法,不怕。不一样, 我们把这里,大磁,大杯,大喜,大舌。 来,频率跟佛一样,这个大磁铁,怎么样? 一下子,你不是希望阿弥陀来接引吗? 对啊,去就去走啊,怎么会走? 对不对?这个就是观念的问题, 观念的问题,也就是修行人要有正知正见。 哦,那么我们就知道,时时刻刻,我们调整着心的频率,要跟佛一模一样。 众生的愚痴跟无知,千万不要跟他计较,也不要跟他在意,说,哎呀,他对我们不好。 这样子,你时时刻刻,都了悟佛的这颗心。 所以,一定要发菩提心,发大悲心。 一定要推广正法。 要推广正法,要让众生能够分享到正法。 所以啊,在经典里面讲啊,十方诸佛,都以赞叹正法,推广正法,这个功德最大。 何以过,这跟法生会命有直接的关系嘛。 啊,所以啊,法布施啊,胜过啊,财布施啊。 啊,不是说财布施啊,不好,因为没有财布施也没法。 如果我们今天没钱,我们怎么做法宝呢? 当然了,要有钱了,是不是? 上个礼拜讲了,啊,人家,有的人就发心了,能言经,能却经就开始了,发大心了。 我很感动,非常的感动。 师父的理念,由大家来完成跟支持,也感谢大家。 多谢基奇,非常好。 义贯,如亚恒河沙。 义起有,而有时不可,能以恒沙中的。 如来,亦如是,一切疾苦众生,苦就是苦恼的众生啊。 一切疾苦,他本身的苦恼无量啊。 然后,用那个苦恼的心啊,逼迫如来。 简单讲,没有一个众生过快乐的日子了, 只要这辈子没听到佛法,没写佛了,他就休想过快乐的日子, 因为他从来不解脱自我了。 他怎么过快乐的日子呢? 一切疾苦的众生啊,所以逼迫如来,乃之一蠢动,众生啊,为得捏盘。 这如来,也不舍法界,而自主三昧。 相反的,如来,愿乐度生啊,也记住成就大悲心故。 事故如来,不就入义涅槃。 因此我说诸佛,如来如恒河沙。 全论,翻过来,1120。 此为彼义如来,应悲度生而无称,由彼义称。 沙毕如来法身,为如来不论如何受逼迫,也无称慧之有,得从法身沙中出。 为义座,诸佛如来,为主众生苦恼,所压称不可得。 以沙非有本,佛非称慧之缘。 不然,佛断继的贪嗔痴,怎么会有贪嗔痴慧呢? 换句话说,从另外一角度讲,你今天发脾气,就表示你是凡夫。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 故压沙毕竟无有可得。 同样的,谩骂佛,佛中无嗔恨之心。 又,所言必破如来者。 从底上来讲,乃为众生善恶,也之性,就是佛性啊。 所以众生为众苦所逼迫。 那么就是逼迫如来。 意思就是,众生不是掉入善,要不然就是掉入恶的观念啊。 也从善恶的心而来的嘛。 所以善恶的念头,等同逼迫如来。 因此众生如果未得究竟涅槃,如来极不舍法界而厌热, 行度生三昧的事业,令普德涅槃。 何以故?为什么呢? 以受同体三昧所认知之故。 意思就是,众生是未来佛啊。 就像那个常不清菩萨。 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在法华经讲的啊。 如果有人打他,骂他,他跑得远远的,合掌。 就跟他讲,哎哟,如是未来佛,我不敢轻蔓你。 如果有人打他,他也是合掌。 常不清菩萨,永远不敢轻视众生,叫做常不清菩萨。 他就是常不清菩萨,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啊。 哎哟,如是未来佛,我不敢轻视你哦。 也看到一些神经病的,哦,如是未来佛,我不敢轻视你。 是不是啊? 这神经病的也搞不清楚状态。 没办法了,也要原谅他了,对不对? 要不然怎么办呢? 是不是啊? 那有的人啊,跑来啊,讲堂啊,搞祸坏啊。 哎哟,如是未来佛,我也不敢轻视你哦。 啊,不过你太过分了。 哦,如是未来佛,我还是要抓警察,抓你,报警。 我还是会报警来抓你的。 你是未来佛,那是你的事咯。 就说,啊师父,你这样有忍耐心吗? 你错了,怎么会没有? 我这个叫做有智慧的忍耐啊。 那你就让他一直欺负,让他一直造业,那怎么行呢? 是不是? 不可以的,不可以的。 所以啊,我们还是要用智慧再处理。 接下来,又逼迫如来善有一成意义咯。 那理上来说,以众生生言之,则众生自身心当中,也皆各有如来清净自性。 也就是所谓如来障。 因此,所以事大,五因种种逼迫。 然众生自身心当中,之词啊,如此自性啊。 也是不称不恼,不着不然,究竟清净。 所以在这里,你要记住,一定要把四大,五因要照顾好。 简单讲,你要懂得照顾你的设身。 之后,接下来,一个报道,两种对身心健康的。 一,就是说,吃素的人,你煮多少,算多少,你尽量不要剩下。 因为这个毒物专家,说你煮完,饭菜,放两个钟头。 就算没吃完,放在冰箱,每烫一次,热过一次,它就会出现一次的毒。 热多,越多次。 那么,那个毒,就会一直释放出来。 由硝酸胺变成亚硝酸胺的第二种。 那么,前几天,心里面报道了很大面。 但诸位,千万不要用有色的眼光来看底下师父所讲的。 这也是为大家的健康。 他说,一个女孩子,一个女孩子,如果她为了瘦身,穿马甲,或者是素胸的, 一天只要穿超过12小时,穿超过12小时,她得到乳癌的激励,有一般20倍。 所以在饮食方面,或者穿着方面,简单讲,不要违背大自然。 太违背大自然的,会伤害到你的身体。 这个无关于色情,就是真的为大家好。 好了,我们下个礼拜,我们就结束《能切经》。 剩下两堂课,每一堂课讲30页。 那讲完。 讲完,你们要做什么呢? 就是把旧有的,一定要拿出来。 以前看不懂的,再重新看,再做笔记。 不要说,师父没有讲课,你就忘了听课,不可以的。 把六足团经,大足和尚,十四讲表,重新再听。 那么你这个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 好,诸位啊,请和长。 因为明天八观再结了,明天不上课。 请和长,愿以此功德。 愿以此功德。 小哉在座诸位法师,小哉在座诸位护法祭司大德。 回向本讲堂小哉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。 回向南斗仰德三世纳古塔一切亡灵。 回向花灵佛星世纳古塔一切亡灵。 上报是从恩,下祭三土古。 若有见魂者细发菩提心。 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果。 愿生西方净土中,上品莲花为父母。 花开见佛不无身,不对菩萨为伴侣。 下课。 下课。 1020。 下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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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来不随诸去流转,去是坏义故。 大慧,生死本既不可知,不知故云何说去? 大慧,去则断义,而于父不知。 这一段文字少,含义却很多,很深。 大慧,譬如横沙,就像横河的沙,比翼如来的法身。 随水而流,这个水是指捏盘,真如捏盘的妙性。 随水而流,就是出现,才能出现如来的法身。 意思就是说,譬如如来的法身,横河沙就像如来的法身。 而这个如来的法身,必须随着真如不生灭的心性捏盘, 捏盘的水才能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意思就是,不能用深灭的心修行。 要用真如不生不灭的心来修行,才能流出,才能产生如来的清净法身。 非无水,非无水也,意思就是,并不是没有捏盘的水,而能自己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如是大会,如来所说一切诸法,随捏盘流。 如来所说的一切诸法,也都是这样子,随也都是随着不生灭的地义,真如捏盘之流,而才能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终不逆流,不能用生灭的心。 用生灭的心,着向的心,生灭的心,着于生灭的世俗见,或者是世俗的外道,是不能出生如来的法身。 所以叫做,一皆随着真如第一,捏盘之流,才能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终不逆流,逆流就是生灭,生灭心。 要顺着不生不灭的真如捏盘之流,才能流出如来的法身,不可逆流。 逆流就是指,生灭,着于生灭见。 事故,所言如恒河沙。 如来,不所以诸去流转。 如来的法身,因为弃入旧境捏盘。 不生不灭的捏盘。 所以如来的法身,不随着诸去。 这个去,有两种含义。 第一,是指六道。 第二,是指断。 断。 断后的断。 如来的法身,不随着诸去。 诸六道,而流转,也就是轮转。 如来的清净法身,已经超越六道轮回。 不随着诸六道之去,而流转。 去,是坏灭意。 意思就是,这个真正的去。 另外一层意思,是生死变坏意。 也就是,断了生死的意思。 去,是坏意。 如来的法身,实在是不坏。 如来的法身,实在是不坏。 去,就是生死啊。 又变了。 变来变去啊。 生了又死,死了又死。 叫做坏。 那么如来的法身,它是不坏。 所以去,是坏意。 去,有两种。 意思就是,如果站在, 那么这个生死的角度呢, 就随着六道而变坏。 这个叫做去。 那么这个去,还有一种一层的意思, 就是断后。 那么断后,就是正的如来的法身, 实在是不坏。 所以大会,生死本纪不可知。 误导的人,生死本纪。 这个纪啊,本纪啊,用你听得懂的名词, 叫做开始的意思。 生死总有一个开始。 但是如来后面讲, 生死本来空无自信,它是无相。 当下就是捏盘。 所以叫做生死纪,就是捏盘纪。 也就是,生死的当下,就是不生不命的捏盘纪。 这个纪啊,就是有一个开始。 大家比较听得懂。 佛陀,我们的生死,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? 那么我们的捏盘,又是从什么时候变成, 生死的终点,就是捏盘。 所以说,生死本纪,当下就是捏盘纪,捏盘的本纪。 而这个意理太深了。 不可知就是,凡夫啊,的智慧很难去理解这一层的道理。 为正相应。 接下来,不知故。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,生死本纪,当下就是捏盘的本纪。 假设我不知道。 银河说去,为何我还常说诸去? 同时,如来也不随诸去,而去。 所以这个去,变成有两种含义了。 银河说去,为什么我说,我无名的众生,他会堕入六去? 这个去,也可以变成六道那个去的含义。 但是也可以有断获的意思。 如果我不知道,如果我如来释迦牟尼真的不知道,生死纪本空就是捏盘纪。 那么我还常,我为什么会常常说种种的去? 去就是如来不随诸去而去。 意思就是生死当下就是捏盘的意思。 所以这个去有两种含义。 这大会,去则断意,断意就是断获,断无名的意思。 但是这个义理太深了,得到无差别的心性平等,断获的圣能,是不着凡也不着圣。 所以凡圣皆明的。 但是这个义理太深,去获,正真的义理太深,而义父很难去理解。 就义父不知。 这一段的意思,再贯穿一下。 有大会。 譬如,恒沙。 恒沙,例如如来的法身。 那么如来的法身,随着捏盘,不生不灭的真如心,捏盘的水,而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如来的法身,是顺着不生不灭的心,才能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所以绝对不能逆流,逆流就是凿生灭剑咯。 非无水也,非无涅槃的水,而能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没有如来,没有捏盘的水,是流不出如来的法身。 意思就是,你必须挣得不生不灭的捏盘,才能够见如来的法身。 如是大会,如来所说一切诸法,也都是随着真如捏盘之流,而流出如来的法身。 绝对不可逆流,找生灭剑。 世故说言,如恒河沙。 如来的法身,不随诸去,去就指六道轮回而流转。 去是坏灭意,第一种意思,去就是生死。 变来变去,坏灭它会变化的。 人死了以后变猪,猪死了以后变狗,狗死了以后变马,马死了以后有时候升天。 去是生死变坏意,这是第一种意思。 那么如来的法身,实在是不坏。 大会,生死本计不可知。 生死即当下就是空性,也就是真心本如的捏盘计。 这个毅力很深。 所以说,生死本计不可知。 生死当下就是真心本如的捏盘计。 这种毅力太深了。 不是不可以凡夫的智能够了解为正相应过。 不知故。 如果我真的不知道生死即当地即空,就是涅槃计的话。 如果我不知道这一层圣生的道理, 那我为什么常说诸去,而不随去而去。 言和说去,就是我为什么还常说,这种种的诸去,当地即空。 如来法身是不随诸去而去。 在这里大会,去则断意。 在这里的去,又是指断或意,断无名的意思。 进入无差别的心性,凡胜皆明,不找一物。 但是这个毅力太深了,而一副不能理解。 诸誓,譬如横杀,随随而流。 杀彼以法身,随就彼以捏盘。 非无谁也,并非河中无谁而杀人自流。 有,以意并非无涅盘,而有法身,以法身,就是涅盘故。 如来,不随诸去流转,去就是去。 那么去也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。 生死本迹不可知,本迹就本身之边缘。 边缘就是界限了。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,叫做生死。 我们的六道轮回这个生死,到底,本来到底,本迹就是, 它到底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生死的呢? 佛恐大会问佛说法,只随捏盘留。 然后呢,不随生死,便以为捏盘在生死之外。 因此即生死本迹已开始之,所以告大会云。 生死本迹不可知,以生死迹就是涅盘迹。 此为正的无生,一切法无生才能相应。 因为生死迹其实就是生灭法,涅盘迹其实就是不生灭法。 所以,为正的一切法无生相应。 故说不可知,不可知。 凡夫没有办法去理解。 不可知,就是不可以自知主义。 那个不可以凡夫的智慧理解的。 不知故,因何而说去? 为,如果我是真的不知道生死迹,就是涅盘迹。 为何我还常说诸去? 也就是,佛已自知生死迹,就是涅盘迹。 故说不随诸去而去,也就是随去不去。 也就是说,如来不流转,因为如来正的不生灭。 不流转,也就是不若断灭。 弃则断意,而以乎不知。 断就是藏或尽忘,凡圣皆明称之为断。 也就是正的生死迹,就是涅盘迹。 此时诸佛如来安生立命之大,安乐乡。 为佛能知,非凡欲,得慧也。 凡夫很难去理解体会。 一贯大慧,譬如恒河沙,随水而流,终不逆流。 遭生灭剑,叫做逆流。 随水而流,随真如不生灭, 涅盘着水,才能流出法身。 如果是逆流,就遭生灭剑。 非无水而沙能自流也。 意思就是,非无涅盘之水而沙能自流出, 如来的法身。 如来的法身,必须从涅盘妙性而流出,流露出来。 如来的法,一如是大慧。 如来所说一切诸法,一皆随顺,真如的涅盘之流。 而流,终不逆流。 一二二,世故所言。 诸佛如来,如很可沙。 如来的法身,不随诸去。 诸去就是流到轮回,能流转。 然,佛不是像凡夫一样,一直流转,一直轮回。 一切诸生死,变坏意故。 而如来的法身,是不坏。 大慧,生死本身之际限,就是涅盘妙。 故不可以自知,为证相应故。 然,如来若真的不知生死际, 当下,就是涅盘妙既故。 云和又平缩诸去。 大慧,去则乃诸或断意,而已辅不觉不知。 一一二二。 大慧,白佛言。 世尊,若众生生死本计不可知者。 云和解脱可知。 佛告大会。 无时虚未过恶,妄想习气阴灭。 至心陷,至外意,妄想生转。 解脱不灭。 世故无边。 非都无所有。 未必妄想作无边等一名。 观察,内外离妄想。 无意众生。 至极而厌。 一切诸法,细节极净。 不是自心陷妄想。 故妄想生若事则灭。 大慧,白佛言。 世尊,若众生,众生就是无智的。 如果无智的众生,以三界六道轮回的生死, 去来,这个本计不可知者。 不可知者。 这是大慧。 白佛是根据前面所讲的,所世尊。 如果无智的众生在三界的生死, 去来的本计,他完全不知道。 那么,又怎么会有解脱计可知呢? 因何有解脱计可知呢? 他生死本计都不知道,如何有解脱之计可知呢? 而能够超出这个生死,便得到解脱。 佛告大慧。 我所说的这个解脱,是指的是什么? 这一段很重要。 无时虚伪过恶,妄想习气。 那个心,生灭了心的因,灭掉。 灭了生灭心。 妄想习气的生灭心,为因灭了。 那么,如实之一切法,怎么样? 为自心所限。 自心限,就是为自心所限。 知万一,了之一切外境。 了之一切外境。 妄想生,这个生,是指很多种种的意思。 那妄想生,就是指种种的妄想。 转,就是转变成解脱的心。 转,解脱,就是转变成解脱的心。 不灭,也不落入断灭间。 意思就是,妄想境,就是涅槃。 而不能说,妄想断境呢,变成落入空无所有的断灭间。 意思就是,妄想境呢,还存在有一个涅槃的妙性。 而是人人本来的妙心妙性。 是吧? 种种生,就是种种的妄想,转变成为涅槃的解脱心。 同时不可以落入断灭间。 为什么呢? 妄想境,还存在一个真如的涅槃妙心。 是故生死记,实在是无有边际。 是故无边。 所以故,空相如幻故。 如幻其有边呢? 有相才有边呢? 无相其有边呢? 是故无边。 无有边际。 无边就是无有边际。 意思就是,生死实在是没有边际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? 竖不出所以然。 如幻故,不能讲一个开始。 但也并非遭断灭间的,都无所有。 为什么呢? 妄想从内外的缘,延起妄性。 不能说没有啊。 没有就是断灭间啊。 这一句的话意思是说, 有种种妄想,转变成为解脱的心。 但是又不能落入断灭间。 它存在一个涅槃妙心妙性。 事故,生死实在是没有边际。 没有边际,并不是落入断灭间。 并非,都无所有。 因为妄想从怎么样? 因缘所妄陷的。 也不可以去否定它。 未比,比是指愚夫。 愚痴的凡夫。 未比愚痴的凡夫。 妄想如来,才做。 做什么呢? 有解脱种种的无边际等一名。 而解脱也算是实在是没有边际。 因为无边,为什么呢? 以为心所限量故,本身就是无相。 有相才叫做有边际。 无相其有边。 所以,生死边际当体即空, 就是涅槃的边际。 所以生死时无有边, 是因为生死如患。 涅槃也无有边际, 因为涅槃本身无相。 所以,未比一夫妄想。 因为有妄想。 注意听哦。 因为有妄想, 才设立解脱种种的名, 名相。 因为有妄想, 所以才设着, 大圆镜子啊, 如如啊, 波热啊, 石相啊, 无相啊, 空啊, 才设立这些种种不同解脱的名字。 所以啊, 这个解脱非有边, 无边。 为什么呢? 哪有边呢? 以唯心限固。 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们的心有边际呢? 这样子观察啊, 内跟外啊, 离妄想。 离妄想, 就是唯一真如咯。 唯一真如就是契入平等的心性。 那么平等的心性, 就无意众生, 意就是意象。 意象就是差别像咯。 所有的差别像, 体性本空。 无意象, 众生可得。 并没有总统的差别像, 这个意象的众生可得。 何以故, 差别像当地即空, 唯是一心, 唯是真如。 这个时候, 就正得到能正之志, 一意所知之境, 完全平等。 一切诸法, 毕竟空即不可得, 细节极净。 所以, 心不静, 就是朝生灭。 心若即静, 就正得空性的真如。 因此, 邪佛的人, 不管看到一切境界的变化, 都告诉自己, 我们那个真如心是不受外境变化而影响的, 叫做守本真心, 守住那个不生不灭的极净妙心, 修行这个关键, 找到了。 那么, 我们看禅宗的任何公安啊, 或者是, 开始都听得懂, 说不是本心啊, 写法无益, 不是这个本来极净的涅槃, 妙心呢, 写法无益。 因为你一直在找, 找就是找生命, 一直在不离向, 不离向, 就是失去极净。 所以真正悟道的人, 他顺利二进啊, 怎么样? 啊, 皆菩提, 顺境是菩提, 逆境还是菩提。 人的一辈子, 总不能绕着外围的赞叹跟毁谤打转啊。 你要找到本性, 本性, 就是那个是你的主人啊, 找到了主人, 你不会在意别人多么的赞叹你, 因为你的心性没有真结, 你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威胁, 因为我们凭着良心做事, 啊, 用真如心性, 那么, 这些都是幻化的事情, 幻化的事件。 所以, 真正的极灭, 是真得空性的真如。 那么这个心就是本性, 若不是自心所现的妄想, 如果你不能, 啊, 四肢, 认识你这一颗, 啊, 万法都是自心所现的妄想, 跟你心, 都有关系。 你是用妄心, 啊, 还是用真心。 如果不是自心所现的妄想, 那么怎么样? 便故妄想生, 便见有种种的缘起, 找一种种的假象, 就会引发种种的妄想。 所以, 一切众生, 凿净以为实, 妄想就不可能断灭。 为什么, 西纪是菩提库, 若是则灭, 如果了无的万法, 唯心是限量境界, 那么我们要快, 过快乐的日子, 啊, 就轻轻松松把它放下。 所以真会修行的人啊, 啊, 这个生情活作啊, 不费摧毁之力。 不懂, 不懂本性的人啊, 每天拜佛, 念佛, 打气, 磕得头破血流, 烦恼一样断不了。 他就认为念佛,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, 但事实不然。 你不了解这一颗心, 不了解这一颗真心, 本性啊, 你用体力来修行啊, 是比不上智慧之力的。 体力比不上智慧之力。 智慧之力要借重于体力, 但是用体力修行, 是比不上智慧之力的。 所以禅宗里面讲, 深情活作, 不会摧毁之力。 他懂得放下了。 深情烦恼, 活作无名, 不会摧毁之力。 因为他了诸法, 都是违心的限量境界, 与尽无关。 那么与尽无关, 就轻轻松松的放下。 所以你也不要去管别人演哪一出戏, 别人演的什么烦恼戏, 执着的戏, 跟我们无关。 如是神情活作, 不会摧毁之力。 为什么不会摧毁之力呢? 万法都是空无自信, 都是真如, 对不对? 无名不断, 你怎么用功, 就是重复的累积生灭而已。 如果你四肢本性, 这个生灭当体极空, 那么就是无量的智慧, 念念波勒智慧。 念念波勒智慧, 若是则灭, 如果能够了悟, 若是得自心限量的境界, 那么这一切妄想就会灭, 折灭, 就会灭掉一切妄想。 这一段的意思是, 大慧, 白佛言, 世尊。 把它贯穿一下, 大慧, 白佛言, 世尊。 如果无自的众生, 在三界的生死, 去以来的本纪不可知的话, 那么怎么会有, 云合就怎么会有解脱纪可知呢? 而有办法去超越, 生死得解脱呢? 因为生死本纪都不知道, 怎么会有解脱纪可知, 而且超越这个生死, 变成大解脱的圣人呢? 佛告大会, 我所讲的解脱, 不离当下。 众生因为无始虚, 为了过恶, 妄想习弃心, 的生灭为因, 这个因如果灭了, 那么如是知一切法, 为自心所限的境界, 了一切外境, 外意就是外境了, 了一切外境, 不可得空无自信。 这个时候, 妄想生转解脱不灭, 这个时候, 种种的妄想, 生是指众多的意思。 那么这个妄想生, 是指众多的种种妄想, 便转变成解脱线, 而不落入断灭间。 那意思就是妄想进即是涅槃, 这句话很重要, 妄想进就是涅槃。 这句话非常重要, 为什么叫做很重要? 你不是要找涅槃吗?很简单, 你心没有妄想, 那个心就是涅槃。 所以妄想进就是涅槃, 世故无边, 世故生死实在是无有边际。 生死无有边际, 并非都无所有, 离不开涅槃, 离不开延启如患。 所以并非, 早已断灭间的空无所有。 因为妄想, 是从因缘妄想所陷故。 未必妄想做无边际的一名, 未必一夫的妄想, 如来才做解脱的无边际的种种不同的名项和显现。 而解脱实在是非有边。 为什么解脱无有边呢? 以唯心限量境界固。 观察内, 内心的妄想, 外面的一切境界都空无自信。 这个时候, 离心一切所变现出来的妄想。 那么, 唯一真如。 那么唯一真如即进入无差别平等的心性, 无种种差别的异象众生可得。 这个时候, 能够能证的智, 以所知的境的耳验, 一切诸法必尽空极不可得, 细节激境, 激境就是涅槃。 所以, 你必须要认识这一颗真心本性。 接下来说, 若不是, 我们知, 若不是知, 智心所现的种种妄想, 当体极空就是涅槃的心性。 那么, 便会有执着种种引起的假象, 便会引发, 早已种种引起的假象, 就会引发种种的妄想, 一直生起, 变成生灭, 堕入轮回见。 若是则灭, 如果能够了悟, 则妄想就灭。 如果能够适得自信, 限量境界, 本身就是涅槃。 这样子, 一切妄想就灭。 所以, 修习佛道, 妄想不可得, 你便找到了涅槃妙性。 主事, 若众生生死本迹不可知, 因何解脱可知? 此为以解脱在生死之外, 为过生死边迹方达解脱境, 而不知生死记就是解脱记。 无事虚未过恶, 妄想习气阴灭, 智慧比妄想中无边等一名。 佛达说生死记就是涅槃记, 但众生弥本记, 而成无事来自妄想恶习。 因此妄见, 心外时有境界, 今若灭比妄心, 了之心外无法。 即使妄想便是涅槃, 并非离妄外, 别有涅槃。 因此是妄想生转解脱不灭, 生就是多数。 妄想生就是种种妄想, 一旦妄想生转, 而得解脱, 是以无边解脱, 触目现前, 非得无所有。 该比妄想乃无边解脱之一名而已。 意思就是, 有种种的妄想, 就有种种的解脱的不同的名称而已。 所谓妄想进而涅槃限者, 就是此意。 观察内外, 离妄想自若是则灭。 这个是说, 本际就是妄想, 妄想就是众生, 离开众生以外便无妄想, 离妄想外更无众生。 而妄想自信就是涅槃, 众生自信也是涅槃。 何以故以一切法本治, 涅槃故, 事故若能观察内身外境一切诸法, 以及能知之志以所知之而焉。 细皆极灭不生, 其间一切本来极, 本来涅槃, 此时众生不是本心。 所以陈中讲, 不是本心写法无意, 不是自己也不是灭的本心。 所限的妄想, 故说有妄想生, 若是得自信, 这一切妄想自灭无语。 禅宗里面讲, 有一个比喻, 说外贼易防, 外贼易防, 外面来的贼易防, 家贼难处, 家贼就是指妄想。 外贼易防, 外面的这个种种, 这个财色名师岁, 你还比较容易控制得住。 这是人里面的无死结, 习气妄想, 家贼难处, 家贼就是指妄想。 不小心就是自己跑出来, 哦,原来你的妄想, 你心中有一个贼, 这个贼啊, 会啊, 到你的功德法载, 这个贼就是妄想。 人人心中有个贼, 此贼名为妄想, 妄想贼。 所以当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, 起贪嗔痴的时候, 哦, 那么你的主人丢掉了, 贼啊, 就让你的心显露出来。 如果你入不动, 贼无所限显。 然生死涅槃, 死同一贯, 唯我自心的迷雾, 转变之书而已。 一贯大慧白佛眼, 是尊若众生于三界生死去来之本迹, 唯不可知者, 因何解脱去为可知, 而能超出生死而得解脱乎。 佛告大慧所言解脱者, 是什么意思呢? 为无始始以来, 虚未过恶妄想习气之心, 因灭, 从而如是尽一切法, 为之心所限, 了之一切外意外境, 唯心限量境界, 所以妄想生转变, 而得解脱自心。 然, 且不落断灭。 意思就是, 非无业力所成的如幻的妄想境界。 事故生死, 时无有边际可得。 为什么? 唯心限量怎么会有边际呢? 无相吗? 以生死计, 乃在意自心妄想。 然, 并非都无所有以妄想皆从因言, 业力而妄想故, 然未必余佛妄想分别。 所以如来作解脱, 无有边际等名。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, 没有妄想, 也没有解脱种种边际之名。 没有妄想就没有什么涅槃, 解脱这个名字。 没有这种东西。 妄想是对涅槃讲的, 涅槃是对妄想讲的。 如果找一个, 涅槃又变成妄想。 而解脱, 是非有边, 无边, 以为心限固。 若能观察内身, 外境, 一切诸法, 本力, 妄想, 为真如。 古时无种种异象, 众生可得, 异象就是差别象了。 佛教的伟大, 就超越一切种族。 为什么? 非洲的黑人, 好好修行, 也可以成佛。 黄种人, 汉人, 好好修行, 也可以成佛。 白俄罗斯, 也可以成佛。 美国人, 还是可以成佛。 只要你见到, 凡所有像, 都是平等的心性像, 人人都可以成佛。 所以佛教的伟大, 超越一切政治立场, 超越一切种族, 超越一切国界, 超越一切国界, 只要你肯修行, 那么你就能成佛。 以众生皆亦如相故, 若是者能了知之之之之之, 以及所知之而言。 一切诸法, 能所内外, 系及本来即净, 而宜父以不适之之之心献妄想, 故而竟有种种妄想身, 若是得自心限量, 则一切妄想灭。 而十四尊, 亦从先此意而说俱远。 观察诸导师, varied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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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观察十方三四的一切诸佛的导师,就像横河沙,这个横河沙比以如来的法身,如来的法身是不坏的,也不随诸去而去,而诸去是指流转六道的意思,一不复究竟,不究竟就是也不入一意究竟的捏盘,为什么? 他证得本来就是捏盘,所以也不入捏盘,为了度众生故,尝语十方法界,普度无量的众生,斥则为究竟平等一向,观察周路来,一路横河沙,细离一切过,一切过又过,当然是早于生命境的世间,细离一切世间,细离世间一切的生死过患, 所谓的捏盘之流,所谓的正如不生命的捏盘之流,而法身之性常住,意思就是,有捏盘妙性,才有如来的法身流出,是则佛正节,正片之节,叫做正节, 主事一复不究竟,究竟是直,究竟连盘,而是四尊欲重新此欲,而所俱远,观察周佛导师,一路横河沙,其法身不坏,亦不随诸趣而入流转, 一路不究竟捏盘,是则为究竟平等一项,观察周如来,犹如横沙等,细离世间一切生死过患, 随顺捏盘之流,而法身之性常住,是则为佛之正片之觉, 而是大慧菩萨,护拜佛言,世尊,唯愿,唯说一切,诸法,则那,坏相, 世尊,迎合一切法,则那,诸位啊,从这一段,则那,就是所谓的生灭无常的意思, 从这一段,就可以看出来,则那,体性本空,实非有则那, 那么,从这一段很清楚的,就是佛对生文元节讲的法, 叫你光无常,是不究竟的,本无则那,后面就会讲了, 那么你现在,就了解,无常怎么来的呢? 无常怎么来的,无常就是无量众生的无名, 由第六意识形成种子,变成撒那意,撒那生,撒那灭, 因为第七意识呢,对你执着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, 那么往外呢,执着第六意识为我所, 所谓第七意识呢,他空无自信,空无自信, 所以啊,撒那怎么来的,就是第六意识, 着一境界,所熏成的撒那生灭的种子, 这个种子啊,圣身,圣维系, 所以叫做撒那意,十无撒那, 所以佛讲的撒那是非撒那, 也就是所谓无常,其实是不可得, 是真正的无常,真正的空无自信, 是真正的大不涅槃, 因此我们见到这个世间, 可以是撒那,撒那,生命无常, 那是共业所感的业力变现的这个世间, 所以如果一个人成佛, 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地球, 也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宇宙的, 何以故,因为整个宇宙有无量无边的众生, 把真如化作坚持的撒那意,生灭意, 所以佛了悟一切法, 无生这个道理太深了,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早已设身相会处法, 佛才告诉你,观无常, 佛教叫你观无常, 是叫你放下,不要执着于五义六成,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, 我观无常, 就是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, 连这个无常都不可得, 主是撒那坏相, 撒那就是唯一为一念, 一念是机缘时间之短暂, 这一刹有的念刹挪, 一坛子, 一坛子勤有九十刹挪, 一坛子这样子, 一坛子, 对不对, 像比丘要上这个厕所, 都要这样子, 三坛子, 为什么呢, 以前的厕所没有, 不像我们现在的法分子, 有个比丘呢, 有些上这个大号小号的, 他在这个山林树下, 就随便乱装, 就是放出去了, 结果很多的恶鬼, 他的果报在吃这个大便, 他没有三坛子, 没有三坛子, 没有三坛子, 这个比丘就, 就把他撒下去了, 大便, 哇, 搞得满脸都是, 臭惠不堪, 那么后来啊, 这个事情啊, 就传到佛的耳朵, 佛陀说, 比丘上大小号, 当三坛子, 有些没什么, 要问一下吹哗, 对不对, 像你小子那样, 要问一下吹哗, 三坛子的意思, 就是怕去伤害到鬼神, 伤害到鬼神, 有的人讲说, 那么如果我们啊, 谈指啊, 没有声音, 那该怎么办呢, 如果你到森林, 山林里面啊, 没有人的地方, 那个都是鬼神村, 所以唱厕所的时候, 就小声的跟他讲, 我某某人, 要在这里方便一下, 麻烦啊, 这些啊, 好兄弟, 请避开来一下, 那么你没有办法三坛子, 也可以这样子, 也可以这样子, 是不是啊, 师父, 那如果没有双手怎么办, 没有双手用脚, 咚咚咚咚, 也可以, 只要出声警告一下, 对不对, 要是说没有办法, 两手, 师父那没有两手, 那没有两脚怎么办, 那就用舌头, 也可以, 是一坛子, 九十叉螺, 一叉螺有九百个生灭, 坏就是变坏, 也就是生灭之意咯, 一贯, 而是大会菩萨, 护白佛言, 说, 世尊, 为愿世尊, 为我解说一切诸法, 刹那坏灭之下, 说, 世尊, 迎合一切法, 有刹那坏灭之下, 深入门之下, 估讯息满之下, mover了, 通过来, 自然,